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是在差不多標義前十的時候 我和爸爸很大的衝突 然後心裏有聲音說 你不如向我祈禱吧 我家庭復合了 他會看我不順眼 他會覺得你這件事不對 那件事不對 壞到甚至沒有 我們還不簽分居子 唯一一條路就是離婚 我不是 上帝有這樣的能力 還有這樣的愛 可以幫到大家 但愛是一種偉心 是一種不會變 是一種信心 甚至我覺得是犧牲的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 似乎時刻都很忙碌 但熱戀中的男女 總有時間在一起 不過一旦結立了家庭 很多反而缺乏互相關懷的時刻 甚至關係惡劣 羅乃虛英和丈夫何志迪牧斯 能夠保持恩愛 原因是他們一直都很重視 兩個人一起相處的時間 好像今天就和教會的同工 以及他們的配偶 來到海灘燒烤 不僅可以享受豐富的美食 聯絡感情 而夫婦也可以有二人溫馨的時刻 我想你說如果有夫妻關係 我突然想到 就是一種togetherness 我們一起神運 一起做運動 一起夢想 我們25周年的時候 就說很希望出一本書 現在出了 要為大家製造多些一起的時間 你說約會也好 每天一起 我們學會做Skong 他很喜歡吃英國鬆餅 有人教我們拿麵粉 加汽水 加一些Cream 那就做到了 我們做了兩次 那就很好吃 我們會一起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覺得夫妻 其實不一定很嚴肅 不一定一見面就談大事 我也一起玩 聽一齣戲 大家說出戲的感受 其實挺有意思的 什麼叫愛呢 愛不只是喜歡 喜歡可以轉的 我今天喜歡吃什麼 明天喜歡吃什麼 但愛是一種衛生 是一種不會變 是一種 commitment 是一種 甚至我覺得是犧牲的 沒有很多時候出來講道 我都會問一下 那些鄧顯智慧 我說 那鄧顯智慧 你知不知道誰是我的太太 她說不知道 知道 那我的太太就是羅乃圈 我一講的時候 在下面很多鄧顯智慧 都會很驚嘆看著我 哇 下面那兩次不講 撿到她 對 對 我很驚訝 就是上帝給我這個太太 我覺得可能是她很多的犧牲 就是她 我覺得這樣就住了 她很犧牲 嫁給我 不是這樣就住了 我覺得這份愛就是 這份愛她 會不會覺得 即使擺上自己的生命 都肯為對方 仲然在戀愛的時候 山盟海誓 結婚的時候 說彼此照顧一生 但是近年香港的離婚率 達到百分之四十 即是說 每十對夫婦結婚 就有四對會離婚 羅乃圈和丈夫何志迪牧斯 不僅要作為夫妻的典範 亦都四川去教導 有一些面臨婚姻破裂的夫妻 她們都會盡力去挽救 香港很多人動一下就說離婚 或者有婚愛情 我自己就向上帝求 我說主啊 我覺得你的搖鼠是大的 你的愛的搖鼠 是可以令夫妻再走回一切 在過去這幾年裏 真是主給我接觸一些夫妻 其中有一個是她來找我的時候 她老公有外遇 要生要死 還跟我說 她說我現在在地鐵 我要跳下去 我叫她你不要住 你不要住 你不要住 後來跟她祈禱 一路祈禱的時候 看見上帝真的工作 不知為什麼 女人離開了她的丈夫 丈夫願意回來 我再見她們的時候 太太最初說 我真是憎死她 我接納不了她 我說不要啦 其實你也愛她 後來她真是求主 給她有一個搖鼠的心 再重新接納她的先生 經過歲月 再一次來見我的時候 兩個十指緊扣地坐下 跟我說 我們在一起了 另一對夫婦 Eric和Joey 一家能夠樂也融融 亦都是有賴羅乃圈夫婦 引導他們在耶穌基督的愛 和饒樹中重建家庭 夜夜的歌 打麻將 打到通宵大彈 唱棵 我給了家用 就覺得 我好像奉承了我自己 做丈夫的責任 分享不了大家的關係 只要日子就是這樣 後來因為發生了一些事 Eric有一年多不在家 情緒也陷於低潮 Joey就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 但當Eric再回到家的時候 衝突就開始了 日常的事 我都要他已經安排好 這樣做了 他就會看不我 不順眼 他就會覺得 你這件不對 那件不對 即是用他以前的方法 來挑剔我 差不多見面 如果有十次 上面 就是有九次半吵架 那半次其實不吵架 是大家不出聲的 即是每一刻都吵架 搞到自己 其實小孩子 他們有時 尤其是女兒 看到就會很不開心 就會有時哭 一會兒我們 爹媽媽不要吵架 最後他們怎樣 可以重建幸福的家庭 那時候我相信 唯一說的話 就是真的感謝神 因為我回來一家團聚的時間 其實我身邊 仍然教會是給很大的支持 那時候師母問了一句說話 就令到我整個人 真的醒了 那他問我一件事 就是 他私底下問我 Erik 你 愛不愛你太太 那我當時 我是回答他很爽口 愛 愛 那 你 願不願意去為你太太付出 又是 很快 即刻 我以前 我覺得我給了好的東西去的了 那 就給了 是 沒問題 但是我師母問第三個問題 那時候 我啞了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付出那時候 你不問是Joey 拿回一些東西 大家看得到 原來我一直都在苛索 苛索他 我要求他 那種 是 勞木式的服從 師母跟著他跟我說 耶穌是怎樣愛我們 耶穌那種愛 其實就是我需要他愛我太太 我真的去體貼他的需要 不是說我等下一些東西 我給了你 就算 就是這樣 開始了自己有著這個 新的一個價值 去重新去調節自己 其實不容易 但就幸好當時有 牧師師母在 他給了很多支持我 給了很多土局幫我 他不停地做 他不斷地做 做到有一天我真的很感動 看到他 他真的沒有再去 問我拿回 他是不停付出的 我真的看到他的改變 我真的知道他 是很愛我們 很愛這個家 他很想去投入 在這個家裡 一家人 真的度過那個難關 真的 現在你說在我的腦海裡 就出現了很多 這些一對對的夫妻 我經常覺得 現在現代人的愛情 就需要學習衛生 但去到婚姻 可能需要學習搖書 搖書是一個選擇 那選擇就是 在住面前我學習 我選擇去搖書你 不說你值不值得搖書 你做過的事是傷害過我 這件事是有的 那件事也可能有後果的 但是此刻 因為主的緣故 我願意去選擇去搖書 求主給我 有個愛心搖書 再接納你回來 看到有些全家信耶穌 因為爸爸肯回來 有些叛逆的兒子 整個改變了 這些故事 都是令我心裡 真的很大的感動 我覺得 原來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最需要我的時代 其實要的是 上帝那種愛 是一種包容、接納 和能夠搖書的愛 如果我們夫妻 在我們的服侍裡 能夠傳遞到的話 我相信 對香港家庭 是一個更大的祝福 請出國內心 請出國內心 是否真是節奏 心中的節奏 的工作机构之后 并没有停止对年轻人工作的承担 他和旧同事徐慧仪 一起成立了一个机构 透过书籍创作 出版 训练班 讲座等等 从家庭入手 帮助青少年 在父母正确的教导中 健康成长 当时我们在做一个青少年的机构 都觉得其实 青少年好像表面上有很多问题 后来发现其实 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可以的 而我们自己做了妈妈 就更加去七个多 怎样去带戴一个孩子呢 我们是觉得好像空白鸭片 大家当各自离开机构之后 突然间有一天去聊天的时候 都发觉家庭是我们很想去服侍的 家庭我觉得最重要的信息 是建筑在基督的爱里面 我看到有个妈妈从来没有经历过爱 然后她只是懂得打和骂个孩子 直到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说我不懂得怎样鼓励我的孩子 我抱着她 我发觉香港的家庭很需要一种爱 这种爱是永恒不变的爱 来自上帝的爱 这种爱里面有包容 不计较 宽恕 让我们有盼望向前看 我家小时候不开心 也有很多压力 我差不多要自慎的时候 我和爸爸有很大的冲突 罗乃圈很多时候都会和人分享 自己成长的经历 因为她亲身体会过 纵使有多少教育的理论 都比不上耶稣的能力 可以奇妙地改变生命 罗乃圈生于小康之家 父母后来因为炒股票 富裕起来 但是就时迟炒鸟 对罗乃圈也管教得非常严苛 以至她有一段时间变成暴风少女 为什么会暴风呢 就是我爸爸妈妈管教很严 我妈妈不让男生打电话来 所以我所有当时的爱情都是地下情 妈妈会骂 谁找楼下一圈就扔下电话 骂我的同学 不是拍拖都会骂 变成越来越反叛 很多事情不跟他们说 就有一个愿望就是 如果有一天让我有益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后来她终于去到外国读大学 过自由的生活 不过有一年她回到香港 正值股市大跌 家中的气氛就更加差了 很僵的关系 回到爸爸妈妈 可以整餐饭都不出色 那我就开始写日记 就用英文写 I hate my dad I hate my family 谁知道有一天就给爸爸看了本日记 摊开我本日记 他说你看看你写了些什么 他不听我任何的解释 他只说我要跟你脱离父女关系 我这么爱你 对他来说爱就是供我出去读书 我给你自由 谁知道你今天这么对我 我18岁我爸爸说和他缺离关系 其实我生命都是老了 就是当时的感觉 那不如死去算吧 就拿着一瓶滴露 摆到嘴边很想喝 那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就出现了 你为什么不向你在中学时候听过耶稣求呢 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中学时代的我 我运动挺好啊 读书都挺好啊 好看不起基督徒啊 还和一些反对基督徒的同学 就是我们一起谈就说叫人不要信耶稣 所以我当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 我不可以向耶稣求的 就是做了这么多对不起基督徒的东西 就是耶稣会听我祈祷吗 那那个声音大在那里继续 你试试向耶稣求啊 那结果我有机会回到教会 然后有人跟我传福音说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罪 我以前觉得不是的 我读书几好 我什么都行 我体育都好 我说有什么罪 但是到那天我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上帝的圣灵感动 我跟我说 你作为一个女儿 你这么恨你的爸爸 这个是罪 你要怎样罪 于是我在这里走 这个怎样罪 然后我就写信给我爸爸 多谢给我 求他要呼吸我 大概三个月之后 我在一个冬令会里收到我爸爸的信 就说 女儿我能够原谅你 因为我都开始上教会 我有个朋友开始带我上教会 就在那年的下年的復活节 爸爸妈妈在香港受证 我在Toronto受证 那时候成为基督徒 到后来我想到我妈妈晚年的时候 就是他过生之前的几年 他和爸爸很恩爱 看到他们很开心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爸爸妈妈可以这么恩爱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看到他们 在那里吵吵吵吵吵 在他们最开心最开心的时候 其中有一天 我爸爸带了妈妈去买一件他喜欢的外套 又告诉他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 你为我生了三个很好的子女 多谢我妈妈 我妈妈就是中风 然后昏迷 进了医院 几天后过世 当时对我爸爸来说很大的打击 2004年 我结婚25周年 当时爸爸的身体开始衰弱 而那年我结婚25周年 我跟爸爸说 教会会和我们搞了一个庆祝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你可以拖着我走出来 好像再走一次婚礼 那我很感恩 但是走完那个婚礼之后 他真的开始越来越差 我的脚会震 站不直 在他过生之前那一天 他约了我吃饭 吃得很开心 他就逐一件事说 好像他欣赏我的什么 说回他欣赏我姐姐的什么 他欣赏我弟弟的什么 他欣赏我妈妈的什么 全部都是正面的 我爸爸以前是一个很负面的人 但是在他晚年他变得很正面 很能够感恩 聊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因为要有议会 我就说爸爸要走了 我送他上车 突然之间 我就叫他车停下 我又跑上去 又叫他搞下这个窗 我还摸他的头 我说爸爸 90岁 有你这么多头发 你很英 他什么叫英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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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这样 跟我拍拍 拍拍 英俊 因着耶稣的爱 罗乃圈和父母 重建圆满的家庭 而他和丈夫何志迪牧斯 也都学会了 怎样让女儿 在耶稣的爱和教导中成长 一个很开心的环境里面 长大 我都觉得自己 因为都比很多同学 可能都很幸福 有时都很羡慕 你爸爸妈妈都这么明白是你 这么好的 我妈妈就不会了 或者我爸爸就不会了 我那时小三的时候 喜欢打Bandball 但刚好那一年 数学的成识就很差 其实七十几分 不是说不合格的 不过学校就说 你要上补习班 刚好补习班的时间 和练习的时间就撞了 那时我记得 妈妈有帮我去同学校说 给她发展我的兴趣 数学我们自己 家里会想办法去增加 那时也挺开心 因为我觉得普通的家长 可能就会说 你当然读好些书 打什么球呢 但是我爸爸妈妈就很尊重我 觉得你也要培养一个 小孩的兴趣 不如让她打球吧 她有了这种兴趣 她学会了怎样去 专注 怎样去坚持一件事的时候 可能她读书会好些 我记得有一个很深刻的 就是我方法放榜 之前那一晚 我不知道她要吃水果还是怎样 突然回到桌面看到一只公仔 那只公仔是有个信封 即是她抱着信封 原来信封可以打开 里面就是我爸爸妈妈 各人就写一张纸祭给我 就跟我说明天会考放榜 都知道你一定很紧张 但是不要紧要 无论结果是怎样 我们都知道神掌管了你的将来 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 那些其实可能短短几句 但是也很感动 你收到那一刻 尤其是在那个时间 你最需要的其实是 爹地妈咪的一句这样的话 我想就是2007年 母亲节和父亲节 在母亲节的时候 她就送了一本宝给我 又送了这个她自己摺的 我都不捨得塗 一直都没有塗 放在这里的毛巾 那本宝呢 当时她在考试的 应该五六月 我看到她很多颜色 用不同颜色写 2007 那这里你看 妈妈 我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妈妈 你是一个很可爱的朋友 一路写写写写写写 即每一行写一点不同的感觉 一路一路 对到最后 我爱你 你父親節那天第三堂崇拜 他忽然間上台 為何會無緣無故講講道 上台報告的時候 原來他已經和教會和功 夾定了他們知道 他會在台上親自唱一首歌給我聽 我把你的愛支持我 如果我沒有後者 匆忙你的天庭 我定不能只有十八年頭 我只要你知道我愛你爸爸 我相信今天我們有這樣的女兒 不只是我自己一個人 也都是師母能夠同樣 給到我的女兒 我們的女兒很大很大的鼓勵 很大的交道 羅麗圈知道一個家庭是否愉快 婦女是有很大影響的 所以她另一個使命就是建立婦女 讓她們成為建立健康家庭 支援教會 助己助人的一股動力 我發覺家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那個媽媽 建立她們 能夠栽培她們 我覺得整個家庭會有很大的改變 於是就為他們成立了一個 為主來夢想生命互動小組 訓練一班婦女 讓他們有不同的學習 譬如他們會認識一點輔導 又出去和我們做全福音的工作 來服侍婦女的群體 給我的感覺是很溫馨的 很輕鬆地去幫我 有時帶我們去監獄報道 在裡面的人 心靈上缺少很多東西 我就會用聖經的話語去幫助他們 用師母教我們 如何和人相處 或者在生命裡 如何有得著的 我都會和他們分享 羅乃圈曾經走過人生的憂谷 不過他偽然決心相信耶穌 令他一家可以說是破境重圓 而日後他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都得到神莫大的祝福 而他也不為餘力 去讓人明白 幸福的家庭需要建基於耶穌 如果你們有甚麼想和我們分享 歡迎你們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之內 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3106-4444 或者瀏覽我們的節目網頁